啊 赛百味 你居然把无限续杯给取消掉了 续杯取消掉就算了 连环境卫生都太白烂了吗 而且你卖的也不便宜啊 赛百味应该陪伴了蛮多人的青春时代 但时过境迁 现在的赛百味真的大不如前 赛百味是一间起源于美国的跨国快餐连锁店 主要就是做三明治和沙拉的 1965年由17岁的德鲁卡借钱创立了第一家赛百味 曾经的赛百味真的可以说风光无限 第一门槛的加盟方式 全球的分店规模曾经达到了第一 分店的数量高达41,600家 第二名的麦当劳 全球门店39,198家 第三名星巴克 全球门店32,000家 第四名肯德基 全球门店24,104家 第五名汉堡王 全球门店18,838家 第六名就是必胜客了 全球门店18,703家 这个数据和排名可能存在差异 但是应该也相差不大 不难发现全部都是美国的品牌 但由于水土不服 十过境迁 赛百味在中国早已撑不下去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赛百味正在寻求出售自己 那么赛百味如今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今天就带朋友们彻底探个究竟 来的这一家是位于东方宝泰的分店 点评的收入时间已经有9年了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赛百味怎样吃过的欢迎弹幕留言 个人觉得它的营养搭配是比较均衡的 起码比肯德基和麦当劳的营养搭配要丰富很多 餐品方面主要就是三文字和沙拉了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上午的11点15分 店里面的生意啊 整得非常的惨淡 整间店就只有我和这个阿姨了 店里面的装修显得比较老旧 用餐环境比肯德基和麦当劳要差很多 风扇空调明显是出现问题了 噪音特别的大 但是呢也没有人处理 店里面的装修和卫生就是做成了这个样子 这么大的一面墙呢是空白的 连产品的推广信息呢都没有 一个那么大的品牌做成了这个样子 给我的感觉就是直接在摆烂了 从学生时代吃到现在都是这些产品 真的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啊 那么大的一个品牌走上衰落 真的是有它的原因 而且在定价方面真的是尴尬的钥匙 给我的感觉高不成低不就啊 三明治可以选择的面包口味有四种 加三块钱还可以换一份沙拉 据说面包都是当天先先现烤的 三明治啊都是现点现做的 这个面包是现烤的吗 对 现在店里面两个工作人员 这种出餐速度的话 如果人多肯定要都很久 可以选多少 都可以选 那你都给我放一点吧 谢谢啊 酱料 你推荐吧好吧 你给我推荐就好了 食材全部摆在这里可以进行选择 相比麦当劳肯德基那些出品方面就比较单一 慢慢对比下来的话 你就不难发现 为什么赛百味就不受欢迎了 朋友们觉得赛百味哪些地方是做的比较好的 请弹幕留言 做好一个三分之大概花了四分钟左右 网上买了一个套餐价格26块9 如果按原价46块钱的话 那真的是太贵了 套餐里面包含一杯饮料 而不过饮料呢 就不像以前那样可以续杯 赛百味啊 你怎么可以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呢 当夏天来临的时候 你知道续杯有多大的吸引力吗 套餐里面有一个三分之 另外还有一块曲奇 个人感觉这个三分之啊 其实已经不小了 相信对于绝大部分人 六寸的话都可以吃饱了吧 12寸的三分之啊 又太容易让人吃葱 而且价格是真的不便宜 相比肯德基麦当劳来说 他的餐品营养比较均衡 而且也健康很多 不过羊快餐的通病 吃完一个 热量也是不好表 我选了蜂蜜燕麦口味的面包 面包是营养健康的 这个能看得出来 试隔那么久 再吃这个金枪鱼双平三分之 依然觉得它是我心中最佳的选择 不知道朋友们喜欢哪种口味呢 请弹幕留言 外层的面包吃起来松软可口 里面搭配着丰富的蔬菜和各种酱料 金枪鱼和鸡蛋的味道也比较香浓 说去心里话 个人觉得比麦当劳肯的鸡都要好 但过了那么久 赛白味就没有把中国市场摆在心里 产品的更新速度远远比不上麦当劳肯的鸡 也没有根据国人的口味去做相应的研发 饮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现在没有续杯的话 真的比以前的吸引力呢少了很多 曲奇吃起来不够香脆 而且味道方面真的太甜了 甜度方面甚至真的太咸了 三高折深入 现在啊零零散散的 只能看到一些为了赶高铁打包的顾客 另外就还有个别的外卖订单 生意相比以前的话 真的是一落千丈 店里面的人手严重不足 服务方面是跟不上的 朋友们一般工作上的预算是多少呢 这样的赛白味 朋友们还会选择呢 下一期会带朋友们去探店 塔斯丁中国汉堡 自称中国汉堡也很吵着 那到底在出品方面又是怎样的水准 有兴趣的朋友们 记得加我关注留意下期的视频了 最后拜托各位朋友 记得一定要一见三连了 Bio 你要点赞 你要投币 好不好 点赞啊 投币 Bio Bio你没什么班人 我怎么活啊 Bio 你这个B 加油我 啊